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金 今天咱们又收到三台拼多多的羊毛啊 这些的话就是14破卖是256g前几天价格7699的时候露出来的 这边的话陆陆续续咱们也收到十多台了 为什么现在才发视频出来呢 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对于这个拼多多的手机咱们的话之前的话也是没有底的 拼多多白亿补贴的手机到底靠不靠谱呢 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二手机贩者 咱们的话也是经常会去有华翔北渊那边去拿星际啊 机器是不是远方的 还是可以看个八九不离十的 咱们的话也是收了十来台了 十多台里面还没有遇到一台假包装的 或者是厚风的 机器的话都是大陆官方的零售机 然后的话都是正常的机子 不是支援或者是其他的预济火的机器啊 如何辨别这个机器是不是远方呢 今天就教我一下我的经验和方法啊 刚好我这边有后风的贴纸 远方的标签的话 在虚线处是没有那种压痕的 后风的标签的话 一般在虚线处的话 它有做一个压痕的处理 方便这个试标 后风的机器来自体排版的话 和原风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主要看它的印刷的一个效果啊 可以看到原风的一个印刷效果的话 它要比后风的一个印刷效果要更清晰一点 也就是比较实的那种感觉 原风的机器的话贴标的话都是比较紧实 然后中规中矩的 不会歪 不会写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问题可以下方评论或者私信 我是小金咱们下期见